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明朝末年,在通州开封县内有一个猎户,名为庄盛 如今六十多岁的年纪仍然会上山捕猎 威力不减当年,被当地人称为庄大师 庄大师的剑法高超,反是被他盯住的猎物从来没有失守过 因此吸引来了很多的猎人打算拜他为师 可是都被他拒绝了,庄大师未曾娶亲 更没有自己的孩子 按理说他应该找一个传人才对 可他却将前来拜师的众人全都拒之门外 让大家甚是不解 其实庄大师在之前收过一个徒弟 自己对他更是倾囊相受 带到徒弟将记忆学到手 他的本性便是暴露了出来 对庄大师再无一丝的尊敬之意 出去就另立门户 丝毫不念师徒之情 有了这次的背叛 庄大师便决定不再收徒 此时也被他深深地埋在了心底不再提起 这天,庄大师来到了后山捕猎 虽然他已经积攒了不少的营养 但是做了一辈子的猎户 始终是放不下捕猎这门职业 庄大师并没有深入 毕竟也是上了年纪 便打算在这外围随意地抓些也未算了 就在他路过一处河滩之时 确实发现了一个人影倒在那里 庄大师不禁一愣 随后赶忙跑过去查看 靠近之后才发现这竟是一个少年 只不过这少年早已经瘦得不成样子 看样子似乎是逃荒而来 因为近几年北方大旱 所以经常会有难民逃到这里 想到这里 庄大师便上前将少年背回了家里 并给他围了些水 片刻之后 少年终于是醒了过来 庄大师便将一块饼递给了他 少年不由地两眼放光 一把便夺了过来朝着嘴里塞去 庄大师见状连忙又给他拿了几张 带到少年吃饱喝足之后 这才跪倒在地感谢道 多谢老伯搭救 富贵这条命是您救回来的 日后甘愿为您做牛做马 见状庄大师连忙将他搀扶起来 随后便开口道 孩子 若是你没有去处 就暂时留在我这 等修养好了身体再做定夺吧 文言富贵心中大喜 这一路逃荒的生活 让他受尽了苦难 如今有人愿意收留他 心中也是感动万分 于是富贵便留下和庄大师一起生活 平日里富贵很是勤快 将家中的脏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让庄大师也是轻松不少 后来庄大师发现富贵对捕猎极为喜欢 便有心指点了他几分 没想到富贵竟然是天赋异常 仅仅几天便能够独自捕猎了 庄大师不禁内心激动起来 通过这些时日的接触 他对富贵的品性很是认可 再加上富贵展露的天赋 庄大师便起了收徒的意思 这天 庄大师将富贵叫到了身前说道 富贵 你可愿拜我为师 我愿将这一身记忆全都传授于你 完颜富贵先是一愣 随后便是一阵狂喜 他直接跪倒在地说道 富贵愿意 师父在上 富贵给您磕头了 庄大师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之后的日子里 师徒二人每日都会尽山捕猎 有了庄大师的亲手指点 富贵的记忆正在飞速地提高着 庄大师确信 富贵在未来的成就定然会超越自己 转眼间三年过去了 富贵已经长成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壮小伙 一手剑术也被他练得炉火纯青 这天 富贵来到了大同县内 在这里有一座望金山 据说最近很多猎人在里面捕到了上等的猎物 因此吸引了很多的同行前来捕猎 富贵也是在师父的允许下来到了这里磨练记忆 听说在这山林深处还有只凶猛的大型野兽 因此大家都只敢在这外围捕猎 谁也不敢冒险深入 可是富贵一高人胆大 为了让自己能够极快地提升 他便是需要去直面危险 所以他就打算去最深处锻炼下 等到富贵来到外围 发现这里早就已经围满了人 大多数都是些普通村民 都是为了过来看个热闹 其中还有这一部分小贩 为的就是能够第一手买下猎物 好拿到城里卖个高价 可就在这时 在不远处确实传来了振振吵闹的声音 富贵抬眼望去 只见几个男子正围着一个姑娘指指点点 脸上尽是些嘲弄的表情 富贵不禁眉头紧皱 便快步走了过去 只听其中一人正说道 小师妹 你还是从了师父吧 只要你乖乖听话 荣华富贵岂不是触手可得 闻眼那女子一脸的气愤 一张俏脸也在此时变得战红无比 女子说道 你们这群狗腿子 我即便是死 也不会便宜了那道貌岸然的小人 听到女子的谩骂 那几人也是被她给激怒了 便围了上来准备给她点教训 周围的村民看了 赶忙朝着身后退去 生怕这祸事沾染到了自己身上 从这打扮来看 这几个男子和那姑娘 应该是失出头门 都是猎人 富贵健壮赶忙上前阻拦道 几个男人欺负一个姑娘 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冲我来 说着富贵便站在了那姑娘的身前 那几个男子见到富贵出头 怒火更是加剧了几分 纷纷挥舞着拳头过来 富贵也是毫不畏惧 上前便与这几人扭打在一起 富贵如今早已经不是当初瘦弱的少年 一身匀秤的肌肉 爆发力十足 很快就将那几人打翻在地 痛苦地哀嚎着 周围的村民健壮也是拍手叫好 富贵来到了女子身前说道 姑娘快些离开吧 莫要再与这几人起争执了 女子一脸感激地说道 多谢大哥相救 我见大哥也是猎户打扮 莫非也是进山打猎吗 富贵点了点头 随后女子继续说道 大哥 可否让小女子与你同行 进山之后 这几人定然不会轻易放过我的 富贵想了想便答应了下来 于是便带着女子进山去了 而这几人也是心中气愤 见到富贵二人离开 他们也挣扎着起身 偷偷地跟了上去 之后富贵也是了解了事情的缘由 原来女子名为小翠 她也是流浪至此被师父给收养了 带到她长成一个 亭亭玉丽的貌美女子之后 师父竟然想要强占自己 于是小翠便趁机逃了出来 那外面欺辱她的 正是自己的师兄弟 闻言富贵不禁心中大怒 便开口道 小翠姑娘 若是你没有去处 倒不如随我回家 我师父心善 她定然会留下你的 听到富贵的话 小翠也是点头答应 她若是留在这里 早晚会被抓回去的 富贵是个好人 自己随她回去 才能够保全自己 随着二人不断地深入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型野兽 小翠本想着阻止富贵前行 没想到富贵 靠着她那百步穿扬的剑法 已经敏锐的洞察力 将这些野兽全都射杀了 就连跟在富贵后面的那几人 也是大为震惊 他们没有想到这小子竟然有着如此实力 甚至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师父 想到如此几人便赶忙回去告知师父了 待到午时 二人这才带着部分猎物走出了山林 在外面将这些猎物售卖后便踏上了归途 当庄大师见到富贵带回来一个女子 不由地愣了一下 当她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 便同意了让小翠留下 自打小翠留下之后 家里的家务事都被她处理得井井有条 而且她还有着一手好厨艺 让师徒俩都不禁长胖了几分 通过这几日的接触 富贵和小翠之间也是有了些特别的情愫 富贵是一个心直首开的性格 心里根本就藏不住事 于是便找到了小翠说出了自己的爱慕 小翠听到后也是心中一息 如今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 便笑着答应了下来 庄大师知道后也是为富贵而高兴 便张罗着为富贵办了婚事 还出资为富贵买了两间新房 富贵心中也是感动万分 大婚之后 夫妻两便一起上山打猎 家中的日子是越过越好 不料却有一双眼睛在暗中悄悄盯上了他们 这天 富贵带着不来的猎物来到了城里售卖 一直摆了数个时辰都没有卖出去 让富贵不禁有些失望 便打算将猎物拿回家做肉吃了 可就在这时 一个妇人突然停在了摊位前 她打量着眼前的猎物 不禁满意地频频点头 富贵见来了生意 心中也是一喜 妇人说道 这位小哥 猎物我要了 只是我一个富到人家 可是无力带回去了 不知小哥可否给我送回家呢 闻言富贵赶忙硬道 富人放心 我自然会帮你送回去 说吧富人便给了银两 带着富贵离开了 这一路上通过交谈 富贵知道了富人名为秀莲 由于丈夫早逝 早早地变手了寡 这些年来都是自己一人苦苦支撑 让富贵心中甚是同情 秀莲家住成男 很快二人便到了家中 见到富贵身上被汗水打湿 秀莲赶忙为富贵倒了碗水 富贵喝完了水便准备离开了 可就在这时秀莲突然挡在了门口 一脸娇羞地说道 这么着急离开作甚 我孤身一人可是寂寞得很呢 不如小哥留下来陪陪我吧 闻言富贵心中也是纠结万分 秀莲则是趁机一把抱住了她 感受着怀中的温热 富贵鬼使神差地便答应了下来 秀莲不禁一喜 便拉着富贵朝着礼物走去 可就在二人刚到屋内 一道箭矢便朝着富贵射来 富贵微微侧身便躲了过去 此时屋内不禁传来了一道轻易之声 似乎她没有想到富贵能够躲过这必杀的一箭 只见一个中年人从屋内走了出来 她拉起弓箭瞄准了富贵 随后一脸戏谑地说道 我的好师弟 别怪师兄狠心 谁让你的天赋惊人 若是再让你发展下去 恐怕师兄我的地位不保啊 文言富贵也是冷哼道 你便是那里安吧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也配做我的师兄 今日恐怕你是有来无回了 见到富贵淡然的模样 李安不禁心中一紧 似乎有着一股不祥的预感 突然一道箭矢从窗外射了进来 正好射中了她的左肩 李安惨叫一声便跌倒在地 之后一群人便从外面闯了进来 这箭赫然就是庄大师射出的 李安一脸的不可置信 自己的计划万无一失 怎么会如此轻松地暴露了 其实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秀莲 前些十日李安找到了秀莲 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想让她将富贵引来 事成之后便会给她一大笔银子 可是李安没有想到的是 秀莲一眼辨认出了她 原来秀莲的丈夫也是一个猎户 而且记忆非凡 谁知在一次捕猎的时候 被人设计给害了 秀莲花光了家中的积蓄 这才查明是李安所为 她只好见到天赋比自己好的人 都会设计去杀害 以此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不过李安手下众多 秀莲根本就奈何不了她 谁知这次李安因为她的姿色 竟然找到了她 秀莲便将计就计 和富贵几人合计设了此局 如今证据确凿 李安终于是被抓进了大佬 等待秋后问斩 后来 富贵一家再也没遇到过怪事 凭借过人的记忆 日子越过越好 成为了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您的观看